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此外的话呢 整个东北季风是减弱的 所以温度呢 是回升的 其他地方的话呢 都是多云到晴的好天气 好 那这个天气感觉上是真的还不错啊 那温度的话呢 呃 连这个桃柱苗地区左右啊 这个也也回到30度左右的天气状况 好 所以呢 空气平均呢 也因此呢 变得比较不好一点 呃 过去几天的话是局限在 嗯 这个高平地区嘛啊 这个云嘉南的话有一些些 那现在看起来的话呢 是云嘉南跟高平地区呢 的空品区都是橘色提醒 那另外中部的空品区呢 呃 在晋山区的午后也是到达了橘色提醒 好 所以呢 这个等于是空气平均变糟的地方呢 变多了 那但是呢 相对来说天气好的地方呢 也变多了 只剩下一些零星的雨势哦 是发生在呢 东半部地区跟恒春半岛 好 大概来说是今天讲的那个天气状况 那好天气呢 是今天明天两天 到了礼拜五的时候要稍微注意哦 在这两天过后的话呢 就会有另外一波的呃 东北气风报道 那这个东北气风的话 水气会比较重哦 所以呢 是一个比较湿冷的天气状况 而且温度哦 也会感觉上比较明显的下探 大概到 嗯 这个新的一波哦 所以礼拜五 礼拜六 一直到下个礼拜一 那比较冷的时候啊 说可能预测在礼拜六到下个礼拜一 在清晨跟夜间的时候呢 可能会降到十四五度左右 好 所以呢 趁着这一两天啊 呃 享受一下呢 比较呃 温暖的 或者比较舒服的一个天气状况 接下来的话就要准备呃 这一波哦 比较凉的哦 从礼拜五开始 报道到下个礼拜一 啊 这样的一个天气状况了 那接下来几波过后的话呢 冬天应该就会要到来了 OK 好 所以呢 这些是跟今天天气空气相关的讯息提供 那么来看每个地方详细的温度 还有降雨几率 好 我们看到呢 在北部地区啊 21到30度 降雨几率0到30 中部20到30度 降雨几率0 南部地区20也是到30度 降雨几率0到20 好 在东半部地区呢 宜兰20到23度 降雨几率70 花冬21到27度 降雨几率30到40 外岛地区17到26度 降雨几率0 OK 好 所以感觉起来东半部比较凉啊 这个整个西半部地区的话呢 就已经明显的回温了 只剩下零星的雨势 好 所以呢 这些是跟今天天气相关的讯息提供 那看完以后 接下来看的一样的是疫情啊 那这个疫情呢 大家都觉得越听 觉得心里越沉重 好 我们讲的简要一点啊 好 那在今天的话呢 呃 因为还是很沉重啊 嗯 这个全球的疫情啊 在单日的部分还是又又继续的飙高啊 好 今天呢 呃 来到51万人单日感染 那而且呢 呃 这个单日感染 单日死亡的人数啊 也是飙高到一万 嗯 一万一千零八个人 好 所以呢 全球目前已经破六千万人感染的新冠肺炎 好 所以我们昨天才讲到说快要破 看起来马上就已经破了六千零六万人感染的新冠肺炎 一百四十一万人呢 死于新冠肺炎 好 我们来讲几个比较重要的破万的国家好了啊 那今天美国的话呢 依旧是全球最严重的啊 而且他的疫情呢 就昨天来看十四万 今天的话呢 飙到了十五万 十五万八千多人感染了新冠肺炎 那尤其他的死亡人数啊 很明显的飙高 前几天的话呢 大概都是在一千上下左右 今天呢 突然之间呢 送到了两千多人单日死于新冠肺炎啊 所以美国的疫情呢 真的是哦 还蛮严重的 ok 好 那现在的话呢 呃 已经进行比较乐观的 就是已经进行 呃 展开交接了啦啊 初步的交接工作啊 那看看呢 拜登是不是尽快的啊 呃 上台之后呢 可以采取一些比较严格的 或者比较能够去让这个美国人啊 在这个疫情的部分呢 有所控制的一些行动 好 这是美国啊 十五万 那印度的话呢 四万四啊 那这个巴西的话呢 三万三 那在欧洲部分的话呢 其实是比较明显的感觉上有趋缓啊 因为呃 欧洲这段时间是采取比较严格的封锁措施 虽然没有像第一阶段的时候啊 那么明显的封城锁国 但是呢 采取的措施啊 也算是严格啊 就是尽量避免呢 呃 完全的封城锁国啊 好 所以呢 这个比较严格 至少比起美国来说 比较严格的措施呢 很明显的呢 让疫情呢 稍微的缓和下来 所以现在破万的国家呢 剩下了六个国家啊 我们先天曾经算过 呃 严重的时候呢 是九个十个国家 好 那这些相关国家呢 它们的感染的人数啊 也比较明显的缓和一些 好像是呢 最严重的今天是俄罗斯两万四 意大利呢 两万三 德国一万六 乌克兰一万二 英国一万一 波兰一万 那法国已经降到了一万以下 是九九千多 那西班牙也是七千多 先前呢 一度非常紧张的几个国家 像什么 呃 捷克啦 荷兰啦 比利时啦 现在都降到了大概是三千左右啊 所以呢 整个的欧洲一步一步的往下降 先前每一天平均都是二十几万人感染新冠肺炎 那在这个礼拜看起来已经从十八万十七万 到今天来看的话呢 是十七万人 好 所以呢 欧洲的状况虽然依旧严峻 但是有缓和的趋势 但美国并没有 好 那另外的话呢 就是看亚洲啊 亚洲的话呢 相对于欧洲的比较缓和 其实亚洲最近有点上升 那上升的最主要的国家 第一个伊朗 伊朗的话呢 今天持续破万 是一万三 那土耳其这几天呢 也是飙高啊 那都是大概七八千 今天也是 再来的话呢 就是我们的东北亚啊 那数字虽然不算高 但是呢 它确实是一个呈现上升的趋势 日本今天单日呢 一千五 韩国单日呢 三百四十九 香港也有八十啊 所以呢 整个的亚洲前两天呢 大概都是九万左右 今天呢 是十万人感染的新冠肺炎 好 所以呢 就大致看起来是有关于呢 在今天疫情啊 这个相关最新的状况 就整体来看的话呢 呃 美国依旧严峻 那这个欧洲稍微的缓和一点点 但亚洲的话呢 中东 中亚啊 跟这个东北亚我们这个附近呢 呃 依旧的啊 看起来是有 有点上升的趋势 那全球破六千万 OK 好 所以呢 这是跟疫情相关 那在啊 欧美股市当中的话呢 当然啊 我们昨天讲到的有关于呢 牛津啊 这个新的疫苗的产生 所以连续已经有三个疫苗呢 很渴望啊 可以呢 在今年底前可以上市 那这部分的话呢 依旧的让这个啊 市场当中有一点乐观的气氛 那最乐观的应该就是我们昨天 第一时间告诉大家的 就是呢 川普终于同意交接啊 但是他同意交接呢 并不代表他认输 呃 现在呢 嘴巴还蛮硬的啊 还是没有真正的认输 不过 呃 他们的总务署 至少已经开始通知拜登团队呢 可以准备呢 来着手进行交接 也因此呢 欧美股市呢 在 嗯 昨天都是呢 大幅度的上扬 呃 这个道琼工业指数 一度还破了三千万 那我们先从美国开始看起 而在美国呢 道琼工业指数上涨了 四百五十四点九七点 收在三万零四十六点二四点 涨幅是百分之一点五四 拿下指数上涨一百五十六点一五点 收在一万两千零三十六点七九点 涨幅是百分之一点三一 S&P500呢 上涨了百分之一点六二 另外 费城半逃体涨了百分之零点五三 好 这是美国股市 欧洲股市呢 三大指数也都是上扬的 德国上涨了百分之一点二六 英国上涨百分之一点五五 法国的指数呢 上涨了百分之一点二一 OK 好 所以呢 这些部分呢 是欧美股市 那事实上呢 在昨天亚洲股市呢 我们昨天讲完最新消息啊 传过来之后 啊 虽然呢 昨天的啊 这个先前的啊 这个欧美股市是下跌的 但是当这个交接的讯息传来的时候呢 亚古呢 也已经提前啊 开始涨了一些 好 那所以我们看到呢 这个欧美股市里面呢 最重要的讯息就是我们刚讲到的啊 这个呃 开始进行交接 好 那所以呢 呃 包括一个是 嗯 川普啊 同意交接 再来的话呢 就是拜登的团队呢 他们开始呢 陆陆续续呢 公布了相关的呃 内阁的人士 好 所以我们看到呢 华尔街呢 而不确定的因素呢 逐渐的消退啊 他们有一个所谓的贪婪指数呢 突然之间呢 上升啊 在昨天呢 还一度冲到了极度贪婪指 是88左右啊 那市场的资金呢 很快的流到了高风险的资产 这个市场实在是哈 这个起起叠叠啊 这个高高低低啊 真的是呃 非常的呃 灵活 非常的弹性啊 那当然我觉得也是闷久了啦 好 那所以对于美国来说的话呢 真的就正情来看的话呢 是突然之间啊 有波云见日的感觉 虽然呢 川普啊 这个一时之间还没有认输啊 但是终究是啊 我们待会告诉大家 包括呢 各个地方开票已经接近最后尾声 他们呢 共同党呢 也开始倒戈批评他 好 回到来时时间啊 所以我们刚刚讲到的是呢 是欧美股市当中的话呢 在昨天上扬 最主要是因为呢 这个川普终于同意啊 这个 嗯 这个进行交接 那再来的话呢 是拜登 他宣布了第一波啊 这个相关的内阁的人士啊 那昨天呢 拜登是蛮正式的啊 他是召开了记者会 那我想也应该是这个讯息开始呢 等于是他们的总务署啊 正式通知他们进行交接 所以呢 对于他这样的一个那个团队 从一开始的啊 川普呢 等于是没有认证的 没有同意交接底下呢 宣布 到后来的话呢 等于是正式了啊 所以呢 别呢 就是更呃 堂堂正正的啊 这个来亮相啊 所以呢 这个昨天的记者会里面呢 也有点形同是呢 拜登呢 在进行交接之后的第一次的公开谈话 所以他话呢 讲得很像是啊 另外一种呢 啊 这个要宣布啊 要这个接手执政的那样的一个气氛 呃 OK 虽然他就在记者会上面讲说呢 美国已经准备好要再次领导全世界啊 要重新回到呢 全球的舞台 新政府呢 要拜托 摆脱啊 过去呢 川普呢 呃 美国优先的政策 要重返多边的主义啊 所以讲到呢 可能不只是有关于美国国内的啊 弥合相关的一些呢 啊 团结这样的一个问题 或是疫情而已 讲到的更是放眼全世界啊 宣告了一个呢 美国要重返啊 这个全世界的舞台 然后呢 多边主义 所以呢 在昨天宣布的一个很主要的啊 一个部分就是国务卿啊 国务卿我们先前讲到的布林肯 还有呢 他的国家的安全顾问 苏利文啊 那这苏利文呢 是最年轻的一位呢 国家安全国外43岁啊 所以相较这个拜登啊 这个呃 七十几岁啊 这个所以他这个大概已经可以当他的 当他的孙子了啊 那除了呢啊 这样的一个啊 比较是放眼国际的一个国安的外交的团队之外呢 最受关注的当然就我们昨天讲到的叶伦啊 叶伦的话呢 会成为美国史上第一位啊 这个女性的财政部长 那在拜登的这个内阁团队里面呢 女性的啊 这个面孔呢 还蛮多的啊 至少在昨天的公布里面 至少已经有三个啊 都是呢 女性的格员 呃 第一个就我们刚讲到的叶伦啊 那所以呢 他创下在美国的财经圈 其实美国的财经圈呢 蛮保守的啊 就是说他们其实呃 就是要求稳健 然后呢 呃 就是嗯 其实在一些华尔津他们的一些穿着打扮啊 虽然都非常的光鲜 但是呢 他们的要求稳健谨慎啊 这个保守的这样的一个风格是还明显的 蛮明显的 于是男人至上啊 所以能够叶伦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 又当了联准会的主席 然后又当了这个财政部长啊 真的是非常的难得啊 OK 这是一个 那再来的话呢 第一位他们的情报首长啊 国家情报总监目前的话呢 可能会由这个海恩斯啊 他是前中情局的副局长啊 来担任啊 然后再来的话呢 就是他们的驻美国的啊 美国驻联合国的大使 呃 会第一个看到呢 这个飞衣的女性啊 那这位飞衣的女性呢 过去曾经在美国的国务院里面担任 非洲事务的助亲 OK 好去呢 目前看起来呢 呃 拜登已经连续公布了三位啊 女性面孔的格员 而且呢 都是还蛮划时代的 蛮重要性的位子啊 都是创下先例的 那再来的话 很可能接下来还会有一位啊 是媒体的报道 可能性似乎也还蛮高的 就很可能会成为美国史上第一位 国防就女性的国防部长 OK 那这个女性的国防部长呢 呃 他原本是欧巴马时期 国防部的政策次长啊 他叫做呃 弗洛诺伊 他很可能啊 可以渴望啊 这个出现成为呢 首位的国防部长啊 因为呢 呃 对拜登来说的话啊 他曾经在竞选期间说过 他所期待的啊 美国的内阁应该是一个多元的 能够去更包容的 而且可以反映出来 美国的人口组成的啊 而且以专业为主 所以他希望他的内阁理念 有男性 有女性 有白人 有呃 亚裔哦 的非裔啊 或者说呢 他甚至主张说可以有同性恋 有异性恋 甚至可以有中间派啊 等等部分党派的人 好 所以呢 这是呃 拜登曾经描绘过的啊 呃 像是七彩霓虹一般的 内阁的阁员的形象 那所以现在看起来 他似乎正在一一的兑现当中 OK 好 所以呢 这个部分的是 讲到他初步的啊 这样的一个记者会 然后呢 宣布了部分的 第一波的啊 这隔渊的呃 的形象啊 跟这些名单 那也带动了啊 这个股市当中的气氛 尤其是叶伦啊 他们认为他是一个非常 稳健的 可以被期待 被信任的一个人 那再来的话呢 就是拜登啊 他做了一个演说 这个演说 听起来似乎让大家觉得很安心 那现在的美国呢 真的是非常的混乱啊 他这个混乱 大概从过去一两年间 呃 川普主政啊 然后不管是大白人主义啊 或者说在种族之间的骚动 或是能在党派之间的这些呃 非常的斗性坚强的厮杀啊 都让这段时间大家似乎觉得说 拜登就算很温和 但是却是现在此时此刻的 美国最需要的一位呢 老先生 看起来的话让他觉得安心 让大家觉得放心 好 那所以呢就是目前拜登的消息 好但是呢 就呃川普来看的话呢 其实川普并没有完全啊 这个接受认输了啊 那所以呢他虽然啊 这个同意了啊 这个进行交接 但是他昨天也突然之间 开了一个非常短暂的记者会 他这个短暂的记者会呢 呃出来之后啊 他就说了说 我今天来啊 只想祝贺大家 因为我们的道琼工业指数呢 刚刚呢 站上了三万点的大关啊 所以这是一个史上新高的水平 呃 确实也是啊 这个道琼工业指数啊 从今年的一月吧 啊 这个大概是到了两万九千点之后 呃 碰到疫情就跌回了两万八千点以下 大概经过了两百多天呢 都是在这个最低点啊 这个起起伏伏 起起伏伏 那等于是经过两百多天之后啊 才重新站上了一个三万点的大关 但是川普虽然这样讲 我觉得他一定是希望大家记得啊 他对于这个股市 他对于经济来说 他是有办法的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股市上三万点 会不会也就是因为他同意交接呢 因为他同意要下装啊 同意要离开白宫了 所以啊 这个股市呢 呃欢欣鼓舞的迎接了拜登 迎接了叶伦呢 啊所以不管啊 这个蛮讽刺的 但是呢 看得出来啊 这个川普的个性真的是很不认输 很浩强就是了 ok我们休息了再回来 好回到蓝轩时间啊 ok我们刚讲到的是呢 目前呢整个的美国的政情啊 趋向于比较明朗啊 所以呢很多的事情呢 也就开始呢展开了 在这个进行当中啊 也因此带动了这个欧美股市呢 目前看起来都是上扬的局面啊 那包括了油价在昨天呢也是上涨的 在纽约部分的西德州原油啊 上涨了百分之四点三 收在每一桶四十四点九亿块钱美金 伦敦布达特原油上涨百分之三点九 收在每一桶四十七点八六块钱美金啊 ok好 那我们刚讲的有一些行动啊 首先的话呢 那是来自于呢拜登嘛啊 那再来的话呢 就来自于川普 那川普呢 昨天也短暂的专开解决会 当然我们刚讲到 他并没有承认败选啊 那他呢呃 只讲了说这个股市呢 上三万点了 这个值得恭贺 那事实上呢 对于川普来说的话呢 目前看起来的状况啊 已经呃 应该就真的是 强弩之末了啦啊 呃 最后的困兽游动呢 已经不具任何的意义了啊 那除非他是要利用他的总统职权 做出一些呢 呃 比较嗯 夸张的事情 但是事实上呢 这些事情呢呃 现在呢 在美国的高度的舆论 还有他们同党的同志 还有国会哦 实际上也都在监督当中 有几个事情 譬如说在今天 也传出来 说原本是说要来台湾啊 这个造访的环保署长啊 这个美国的环保署长突然之间呢 决定取消行程 那事实上呢 我们也讲到他不只当初要来台湾 他还要去呢 这个拉美哦 四个国家 那事实上呢 你去换我们的角度想一想 你就会知道说呢 这个部分政策非常非常的不得已啊 即便呢他来台湾台湾一直很欢迎 然后这段时间呢 美国高官的来访啊 因为呢 对他来说 他真的就是一个过度的 呃内阁了 即将要下台的看守政府了 他不应该再花更多的钱 而且是无谓的啊 就到底你是要做什么样子的非 非要做不可啊 非常重要的 得要在你任期结束前做的事情 或者是让更重要的事情 应该交给新政府来做啊 那我想这样子的一个 最基本的民主的ABC 在我们的讨论当中是这个样子 在美国更是这个样子啊 所以呢 连续好几天了啊 这个美国的媒体也好啊 部分的一些国会的议员都抨击 呃 包括事实上现在的他们国务卿啊 这个蓬佩奥以上到处啊 爬爬噪 那这一部分其实都是在啊 这个美国的这些舆论的批评当中 而认为了浪费公帕 认为呢 而应该把更重要的事情呢 交由下一任新的民意 所代表的新政府来进行 所以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的话呢 川普呢 他的共和党内啊 其实呢 相关的声音也越来越浮出台面啊 这个先前呢 事实上是 呃私底下啊 有一些不满 包括我们先前看到的 其实小布希是第一时间跳出来呢 攻克拜登当选的啊 那最近这一两天又有几个呢 前后院的州长呢 跳出来 呃首先呢 是呃 马里兰州啊 的这个州长 他直接说啊 他觉得呃 这个川普太丢脸了 他最近做的一些事情呢 毫无呃指控下 毫无证据啊 他让大家觉得非常的尴尬啊 所以呢 是在马里兰州的州长 现任州长 那有一位的话呢 事实上是前任的州长啊 但是这个人呢 他可能更加的具有代表性 那一直以来呢 都是川普最重要的呢 呃得力的左右手 是重要的支持者 他是呢 前美国 这个新加州的州长啊 州长啊 叫做克里斯蒂 那这位州长呢 也就在两天前吧 他呼吁川普呢 结束他这个大选的法律斗争了 呃承认败选 而且呢 跟拜登祝贺啊 他因为目前呢 他说他没有直接讲 呃川普让人很难堪 他说你的法律团队 让人觉得很难堪 甚至让整个国家呢 都蒙羞啊 所以呢 话其实讲的还蛮重的 因为呢 他的一些法律团队呢 呃 举出了一些啊 就进行了一些呢 呃 毫无根据的指控啊 包括了后来 他其中一个 除了朱利亚尼之外的 另外一个 呃 女性的啊 这个律师啊 他先年讲到说 呃有一种机器 这个机器呢 只要是呃川普 投川普的票呢 通通通通通会变成 跟投拜登 那这个话就听起来 毫无根据啊 那我想这些指控的话呢 是这一位啊 这个嗯 川普非常重要的政治盟友啊 前 呃 新加坡的州长啊 也忍不住跳跳出来 跟他讲 你可以停止了啊 这个呃 收入整个美国国家颜面的啊 这些举措 好所以呢 连续这些呢 呃 共和党重量级的人士呢 跳出来公开批评 我想这对于川普来说的话呢 也是啊 相当大的一个 影响跟打击吧啊 那再来的话呢 就是陆陆续续的一些法律战 其实呢呃 川普也是节节的败退啊 这个最新消息是 内华达州的计票也已经完全啊 过去这段时间大家推断啊 都是他接近尾声 那那个选票数大概就很难翻转 但现在是完全开完啊 所以完全开完呢 他刚刚呢是内华达州 就还有六张选举人票 那在呃 今天稍早之前呢 是米西根 密新根州 他也是完完全全开完 有二十张选举人票啊 而米西根是十六张 那再来的话呢 是宾州 也是完全开完 二十张选举人票 OK好 所以这些部分的话呢 米西根 宾州跟内华达州 目前都是拜登呃 这个居胜 那严寅城这些选举人票呢 都是让他难夸在内的 好 所以呢 对于呃 这个川普来说的话呢 呃 真的整个情势应该是大势已去了 不过我刚刚看到这个最新的消息啊 就是说呢 呃 因为他先前的法律的诉讼呢 其实都还在进行当中嘛 啊 那呃 宾州是因为宣布了啊 这个就是拜登当选了 那所以他也驳回了啊 这个川普的啊 法律诉讼 但是目前的团队还是说要上诉 好 好那这个乔治亚州啊 他是重新计票 那刚刚也宣布了 这个呃 全部呃 重新计票呢 也完全的结束了啊 依旧的是拜登呃 这个当选 OK好 所以大致来说的话呢 是这个样子 所以对于呃 乔治亚州的话呢 嗯 川普啊 他原本的法律诉讼 再再次宣布呢 是拜登确认获胜之后呢 那应该就会去撤销 一般的是这样子 评估了 但宾州的部分的话呢 呃 目前还没有最新消息啊 至少现在看起来 他是说他要上诉 好那呃 整个状况的话呢 应该嗯 就比较什么 没有什么好在 好在玩下去的啦 对于这个川普来说 所以他再怎么拖延呢 可能会只会留给他呃 更多的骂名啊 跟他党内啊 的这些相关的批评吧 哦 那如果说呢 川普接下来 还是有一些打算 尤其是打算要驱途 再起的2024的话 我想呢 党内的盟友啊 对他的支持 与否 他这段时间最后的作为 会关系还蛮大的啊 我想这个部分 对川普来说 应该会是关键 我想这几天之内啊 川普应该会有类似啊 他可能必须要决定 他是不是要承认 他的败选了 OK好 所以呢这个部分呢 是来自于美国总统大选的最新的相关情势 好那 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呢 我刚看到这个比较新的啊 也是比较呃 算是好消息 那是法国 因为我们刚才在讲到说呢 就整个欧洲来看的话呢 疫情有趋缓 尤其像是法国 我先前动不动 好几万的 这是吓人的 七八万的也有啊 他现在也降到九千多 现在的话呢 法国已经宣布 他们要慢慢的解封 分三阶段 让人们的生活呢 尽可能可以回到正常 好快到啊来轩时间啊 所以我们刚刚讲到的是呢 这个疫情虽然在全球目前看起来啊 这个美国的话依旧严峻啊 所以等待他的啊 这个政权如果呢 平顺的交接之后啊 是不是呢 拜登上台之后啊 对于先前一直呢 把这个疫情当做一个啊 非专业的方式来处理的川普啊 下台之后的话 可以让美国的疫情 稍微的啊 这个舒缓一点 那现在呢 比较舒缓的呢 是欧洲地区了啊 因为先前呢 采取了蛮强制的一些措施 所以我们刚才讲到说呢 这个最新的消息啊 是法国这边传来 这是马克宏啊 他讲到说呢 因为最近的每日新增人数呢 大幅度的减少啊 那尤其呢 昨天最新的是降到九千多人 好 所以呢 马克宏呢 他宣布法国要启动三阶段式的解封 首先的话呢 商家在28号那一天呢 可以复业 所以显然先前都关了啊 那这个预计啊 12月中 人民呢 可以自由的移动啊 那甚至可以跟家人团聚过耶诞 我想这个对于欧洲来说的话 欧美国家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啊 像美国的话呢 是极力呼吁啊 感恩姐不要去 不要去度假啊 那现在的话呢 在欧洲有些国家是要求你不要去人家家里面串门子 那更不用讲啊 吃什么烤鸡大餐啦 耶诞大餐呢 都是原本啊 这个被禁止的 那现在的话呢 是可以欢度啊 这个耶诞 再来的话呢 餐厅在1月20号之后啊 这个是最后的一个了啊 再又到1月20号才可以正式的恢复营业 好所以呢 这个部分呢 是目前呢 这个法国传来比较好的消息 所以听起来 其实呃 当他采取了一个比较强制性的手段的话呢 疫情确实是可以得到控制的啊 所以呢 他也反映出来是像美国目前那么的严峻 也真的就是因为呢 他们呢不愿意隔离 不愿意封锁 不愿意呢 这个戴口罩 好那如果你真的都做的话呢 实际上是可以有效控制的 好那所以呢 法国是趋缓下来了 但另外一个呢 我看到呢 跟疫情有关大家也似乎有点担心的 在国际之间那就是日本啊 日本已经连续的一个多礼拜了 都是呢一两千人感染 那目前看起来并没有完全控制住 那么原本说要 呃 如期重新恢复进行的明年的东京奥运 真的可以如期举行吗 好这个是来自于纽约时报的提出来的疑问啊 直到目前为止啊 呃 虽然这个呃 国际奥委会啊 尤其在这个礼拜 呃 在疫情 日本的疫情重新啊 呃 又起来了一下啊 他还用毫无保留的乐观口气说 他相信啊 这个日本啊 是可以有效的啊 做一些处理 所以呢 明年在东京 将会有一场的盛大的奥运会啊 那 OK 但是呃 事实上嗯 这个呃 因为时报是提出了蛮多的疑问了 讲到了目前的日本的疫情的状况啊 还有一些相关的疫苗的呃 研发啊 是不是可以让所有的国家的参选人都能够呢 非常的不管是不是来自于疫区都可以非常的安全的呃 离开的国家 然后抵达了呃 东京 然后呢 让其他的国家能够非常的安全的 充满信任的 能够自由自在的进行一些相关的运动赛事 呃这部分他其实呢 纽约时报是提出一些疑问的啊 所以他的标题写着呃 呃不确定性油然存在啊 那但不论如何 我想对于呃 日本来说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啊 所以我今天看到呢 呃这个新闻也特别提到说 嗯 其实呃 日本他们现在跟中国之间啊 呃是在昨天王毅啊 这个日本就是中国的外相部长 跟日本的外相而两 双方啊 这个见面 是面对面的见面啊 这个手左碰手走 他们就谈到说呢 他们其实是希望啊 在这个疫情当中能够进行的相当程度的 透过专业来恢复商务人士的往来啊 所以他们希望呢 在这个月内可以解禁 并且呢在年底之前呢 开设呢 中日之间的防务部门的热线 ok好 所以呢 这个部分就显示出来呢 其实呃 对日本来说 他们也急于的想要让日本的这个经济啊 回到繁荣 然后甚至跟国际之间能够有更多的接触 包括呢 呃 能够这个去举办延期过后的东京奥运 包括呢 希望能够跟中国之间呢 有些商务往来啊 我想这个部分其实对我们来说 我们待会会聊到呃 台湾这个疫苗部分到底准备的怎么样 这个是大家目前比较担心的啊 也担心落后的 再来一个就是说台湾的疫情 这是我不断在说的 就是说台湾的疫情相对来说 真的是非常的稳健啊 但是呢 呃 稳健我们的方法是真的用激进一个锁国的方式呢 让我们维持一个非常clean干净的一个状态 呃 但是他真的有两个隐忧啊 第一个隐忧就是越干净 那如果说未来的一些相关的开放跟接触 可能越容易感染 这是第一个啊 很多的专家有这样的担忧啊 呃 除了我们可以不断的永远的锁国 好 但是就要牵着第二个担忧了 我们如果永远的用一个封锁边境的方式 把这个疫情咀嚼于台湾之外的方式的话 呃 没有任何的啊 可能的不管是经济泡 呃 这个经济泡泡啦 就商务泡泡啦 旅行泡泡啦 观光泡泡都都禁止 连台商要回来过年 用专机的方式也呃 这个禁械不明的话 那么对台湾来说 我们的自己的自体经济都可以撑多久 而且呢 这样的这个方式 你相较于其他国家 今天科技的进步 事实上是来自于哪里 专业的呃能力 事实上目的为何 其实就是透过科技 透过专业 让你的一些政策 能够在一些危机跟风险当中 做好最均衡的 最适切的一个控管 不是吗 所有的国家 所有的全世界各国家 都在疫情当中 比我们严峻太多太多的国家 都是试图透过他们的专业跟科技的方式 疫苗也好 这个用药也好 都是想办法 像今天还有传 讲到说呢 未来 像澳洲打算开先例 从明年路当疫苗可以上市的话呢 他们要开始呢 呃 让澳洲跟全世界重新开开放 这个他们的航空 然后但是要求 上飞机前一定要打疫苗 所以我第一次说 大家都要透过目前我们的人类文明 所能够达到的医疗的水平 来让大家能够跟疫情共存 而不是用一个我们完完全全封锁的方式 如果这样的话 我觉得要做决策者太简单了啦 你就什么事情都不做 把边境一关 就像在家里面把门关起来 你就不要出门就好 那事实上世界是这样的运转的吗 那对我们来说 我们向来自称自己是一个相当先进的国家 不管是医疗也好 科技也好 人民的水平也好 呃 疫情的控管也好 那所以我们可不可以试图多做一点事情 这些这个事情是代表说 因为我们的专业 因为我们的能力 因为我们的技术 可以让我们达到控制风险的状态 让台湾的疫情维持在一个稳健的 而且能持续的低的这么水平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应该要去思考的啦 OK好 这是我们看到呢 在今天呢 在疫情啊 的状况底下 有疫苗要出来 然后呢 有东京的奥运的讨论 有这个法国的解封 然后更多的有关于呢 重启航线的话题 好回到蓝轩时间啊 那刚才看到这个最新的消息 因为呢 对于美国来说的话 他们当然好不容易啊 说要进行交接了 所以很多事情的话呢 就一步一步展开啊 所以目前看到这个新的消息是 目前的话呢 白宫已经正式的向拜登提供了情报的简报了啊 那对于这个美国总统来说 每天机密的情报的简报是非常重要的 据说呢 当初川普就很爱看这个 但是呢 都还蛮大嘴巴的 听看了以后都跟旁边的人说啊 所以呢 也让他们的情报 这个部门呢 一度呢 你也把冷汗啊 所以呢 在这个川普呢 上任之初的话 还特别提醒他 看就好 不要不要说啊 好那所以呢 目前看起来呢 拜登已经开始呢 呃 这个是拜登身边的啊 呃 第一个呢是特斯拉啊 这个特斯拉呢 在昨天呃 大涨了百分之六点四三啊 这个再次创下了他的呃 这个最高啊 这个最高的嗯 这个股价又是一个新的里程碑啊 到目前为止 今年为止啊 说这个特斯拉的股价已经涨了百分之四百二十七啊 真的很高 OK再来的话呢 是讲到疫苗啊 这个疫苗的话呢 目前大家真的都非常的 第一个啊 大家摩拳擦掌的去抢 再一个的话呢 就是如果抢到的话呢 都期待在明年的疫苗 如果普遍施打的状况底下 是不是可以让全球啊 回到一个比较正常的运作啊 甚至呢 因为欧美国家目前是说 大概啊 已经掌握到的啊 这个进入到人体实验第三期的 大概有85%的啊 都被这些欧美的疫情严重的国家呢 先下定了 那他们如果说呢 因为他们疫情真的是比较严重了啊 那如果说他们都顺利的施打的话呢 大概在明年底之前 大概全球可以达到呢 呃一个群体免疫的状况啊 这个是专家比较乐观的看待啊 那至于在过程当中 我们刚也讲到了 譬如说在澳洲 他们现在呢 希望啊这个采取一个呢 就是明年开始呢 呃要求上飞之前呢 放上飞机之前啊打疫苗 但是打了疫苗之后的话呢 就会开始的恢复航线啊 那所以呢这个部分呢是可以期待的 所以我们知道说呢 这个疫苗的话题有多么的重要啊 还有包括航空内国有多么的期待 好所以呢 那波音在昨天呢 再次上涨了百分之三点三 不过另外一方面呢 也跟啊他的737max啊 在欧洲的监管机构里面呢 也同意他明年正式复飞是有关系的 好所以一方面的话呢 跟疫苗有关 二方面的话呢 是跟这个复飞有关啊 那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呢 是在明年大家对于疫苗 来了之后的多所期待 好那再来一个消息呢 是呃 印度再次呢 继续进了啊 这个43款的中国应用程式 先前的话呢 是他最早在全球当中进抖音 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 那呃 目前抖音这个相关的状况 在美国有点像是呃 按了一个post暂停键一样啊 因为呢当初是川普啊 这个呃 采取比较严厉的步步进逼的 在选前的一个状况 那现在的话 拜登会不会继续 还不知道啊 但是呢 这个虽然在美国暂停了 但是在印度看起来的话呢 因为边境的冲突 持续的发酵啊 等等 那包括了这次RCEP 大家有没有特别注意 我们有讲到印度并没有加入啊 ok好所以呢 这个部分显然呢 他跟中国之间呢 还是采取一个呢 比较是一个战略对峙的一个状态 好那所以呢 印度再进了43款的中国的相关的啊 这个应用程式 ok好 所以应该就是持续的对中国施压 好所以呢 这部分呢 是在今天比较重要的一些国际的新闻啊 那回过头来看台湾说上是延续性的啊 台湾到底可以拿到多少疫苗啊 今天呢这个联合报放在头版头条 说是在昨天啊 这个是因为呃 庄仁祥的说法 他昨天呢 开一个记者会 第一次呢 透露了我们新冠疫苗的目前的的 争取到了货量 呃我想这个应该是因为大家都高度关注嘛 这个全球都在抢 那我们都讲的非常的含糊曖昧啊 那虽然我们先前也特别访问了 呃国卫院 那希望从他那边得到比较确切的讯息 所以他们讲的还比政府快一点点啊 但是那时候讲的时候呢 他们也说呃就是啊 就是我们的卫福部啦 我们的防疫中心啦 说啊避免对什么国产的疫苗厂啊 造成什么压力啦反弹啦什么的 所以讲的也非常的保守好 但是我想人民真的是有知的权利啊 尤其全球啊这个抢疫苗抢成这个样子 然后呢如果拿到手的话 对于明年的恢复常态可以有这么多的期盼 那到底我们掌握多少啊 我觉得这是必须要透明的 ok好那这个庄原祥的说法是说 呃我们目前已经呃却至少可以从呢 covax这个平台呢取得460万剂 那另外一个管道则是我们直接跟这个呃 药厂来谈那直接谈的话呢 讲到我们跟辉瑞跟biontech这部分有在谈 跟moderna有在谈 所以目前谈的是这两家 那再来的话呢就靠我们自己国产的疫苗三管齐下啊 那这是目前呢嗯这个庄原祥的说法 所以如果顺利的话呢 在明年第一季呃就可以拿到460万剂 那渴望开打 那如果拿到460万剂的话呢 那是230万人可以打啊 大概就我们2300万的一成 好但是问题是我们怎么可以那么确定啊 这个拿到呢covax当中的460万剂 因为呢covax里面我们讲过很多次啊 他有条件他有优先顺序的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呢 事实上是我们的呃 台湾的一些专家提出来的质疑了 而这目前看起来包括苏毅仁啦 而前前管局前接管局的局长 那包括了这个黄利明啊 台大的小儿感染科的医生啊 他们都觉得真的吗 我透有妥当吗啊 就是说covax的条件看起来 其实呃我们真的就是口头上说 可以拿到6呃460万剂 真的可以在明年就拿到 而且拿到就打嘛 因为那指挥中心讲到是明年第一季嘛啊 那他们其实是呃有点存疑了 那这存疑的原因当然也还是跟我们讲的 这些条件的吻合度有关了啊 好但是不管啊 至少目前政府这样的说嘛 那我想政府应该不会说谎啊 也不应该要说谎吧啊 那ok除了这个之外的话 那但是如果covax有那么多的条件 层层限制啊 即便口头说要给我们460万剂 他的他的计算还有个计算方式了 这个计算方式呢是依照你的人口数 然后呢给你一成到五成 这中间计算还蛮大的 好一成的话呢就是230万剂 五成的话呢可能就有1000多剂 好那所以呢这个部分呃就是到底是多少 那我不想我们这460万啊 是不是取一个中间值还是真的 他们这样允诺我们啊 好那但是有公为专家质疑 但是我们的政府是这样子的挂保证 明年第一季可望开打啊 但他有留了一个一句话的诞书 他说如果covax守信的话 那有任何可能不守信的状况吗 我不知道 好那所以呢如果这样子的话 是不是应该更更更直接的跟一些厂商啊 去洽谈呢 这会来的更直接一点 那但是这就要有预算 要有钱要有量 他才会愿意卖给你嘛啊 好那这是一个在今天比较重要的新闻啊 那除了这个之外如果有了疫苗 我觉得我们真的可以去规划更多的其他的啊 一些呢呃该要回到更正常的 或是更活络一点的一些经济 或是生活状况 而再来一个的话 也是拉简报的是我们的 加南的一起到做呢 呃目前看起来的话呢 恐怕要停灌 连台中也危险 这边讲到的是呢 今年气候到冬天啊 目前的话呢水晴吃紧 已经拉了黄色灯号了啊 所以呢呃北部 南部跟中部都危险 给大家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